大会主席副委长 我们陈吉市长 刘副市长 陈吉副市长 所有市政府的各局处的单位主管 记者媒体先生 大家好 那么我是来自于第十四选区的原罪名议员 当然在整个国家建设的方案 经费的预算 对人口数 土地面积 都会有一个衡量 来付罪经费的建设 那么我一直认为 我们高雄市合并以后 大概面积最大的 就是我们桃园区的原住民行政区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总面积 那么在这方面 今天我所要大概讨论的议题 除了这个交通 产业 还有原住民保留地 开发的问题 以及其他的议题 我都会在今天的直询上 有所表达 那么我们南横公路 它是呢 我们南部大高雄地区 在后花园 非常重要的一个道路 八八风灾以后 我一直认为 交通部 公路局 一直没有 很认真的在探讨这个重建 南横公路 台二十线 二十一线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我们看到 南横公路 非常的美丽 櫻花绽放 那么呢 多样性的生物 在这个地方 将来各局处 包括市长 我们的大会主席 副议长 我们都期待 这一条南横公路呢 赶快重建 好 所以这个我要拜托 我们的陈级市长 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 再报告一次 把它列为国家的重大建设案来编列经费 我想请陈市长 答复我这个问题 能不能把这个案 在行政院院会 做明确的指示交通部来处理 市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医师谭大议员 我年轻的时候 走过南部宏观公路 所以我对南部宏观公路印象非常深刻 后来我也曾经在 那是坐车子 跟当时用走路不一样 所以我想基于南部宏观公路 现在对甲仙 对沿途桃园地区 那种重要性 影响到我们很多 原住民山区部落 还有影响到甲仙地区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说 巴巴水灾以后莫拉克台风 中央对以台20 21 态度都不够明确 但是我会觉得说 为了整个我们交通的便利 整个我们高雄台东 还有南部宏观公路 它沿途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风光 但是我觉得说 因为天灾 它的受害也是非常的大 那我想我跟市府团队 会再跟交通部再一次的表达 那最近我们市政府跟交通部 也有若干的接触 我们对南部宏观公路的必须 包括未来的发展 包括对整个我们高雄的发展 等等的影响之重大 等等 我们会再跟行政院再一次 表达我们高雄的意见 谢谢 好谢谢陈市长 那么从今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台20线 21线 昨天参加 市长带的市府团队到 茂岭多纳大桥的通车典礼 我感觉到 感受到我们高雄市政府的行政团队 有一次公务局 优秀太多了 我们交通部的公务局 必须要检讨 否则的话呢 五年十年 这个附建道路会有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呢 这个是一个南横高路 有一个路段 只要路段 本人一定会在 坍塌 回旋的路段 在那里建工 所以呢 每次会通电话 给公务局 甚至于呢 求我们陈其一市长帮忙 所以 可以显现到 当议员呢 袁住民的议员啊 也非常的不容易 只要路段不通 民众打电话 要紧急抢修 公务局呢 很带慢 所以呢 每次我有时候会 监控到半夜的十二点 我就报上说 要完全打通 才可以休息 所以 我一直感觉到 我们台二十线 二十一线 地方政府 或者是中央政府 务必要 以人权的道路的考量 力气性的编预算 编了很多的 所谓的开口合约的钱 那么 我的印象当中 二十线二十一线的 开口合约 大概将近二十一啊 一座桥 三亿多 那么 三年以内就可以盖 六座桥梁 所以我非常的 感同身受 我也到过交通部 来下一张 我们看 这个是呢 我到过交通 这个是在交通部 我当时候呢 是很单纯的 要做 陈勤案 二十线 二十一线的 道路重建 我突然到大门口 原来那么多的警察 在那里 那么 我就是因为 二十线 二十一线 我带着原乡的区长 旅长 跟交通部 做陈勤 那么 他的计划 所谓的中期 长期 都是有理由 那么 中央政府 要编进会 的时候 会有理由 说急迫性 那么原住民地区的道路呢 非常的慢 所以我给中央 重建会 由于交通建设 这个部分 打两个字的评分 三个字 做半套而已啊 一直到现在 做半套 那么 还有当天 我又到立法院 请 习智杰立委 李坤泽立委 邱志伟立委 这个办公厅会 其中的道路建设 也是其中的之一 公务局 一直到现在 还是停留在 所谓的 中期的评估 那么他 我的感觉认为 反正这个是在高雄市 院侠市的道路 中央会不会有这个心态 应该会有 这个台二十线 二十一线 是整个影响 奇美九区啊 不但影响奇美九区的 观光发展 那么大高雄的后发言 在一个所谓的 评估迹下呢 也是会受人民的 一个起疑 为什么中央政府 一直做这个东西 好 下一张 好 我们听到 农养署这个部分 刚才林福堡议员 也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我也带着里长 区长 跟农养署呢 深入了解 什么叫做厂商合作 他的制度非常的好 但是呢 到了地方农会 在执行的时候 一个制度 一个瓦规 人在运作的时候呢 人就会不一样 那当然呢 刚才林福堡议员提出了那个重点 我希望农业局 在明年度 要拿出魄力 要求甲线农会 把所有的农会收购量的 比例 应该收高一点 那么甲线农会呢 只收15% 那25%呢 就交给民间的 厂商去收购 那是不是会有问题 那这个中间会有很大的问题吗 当然这个问题我也很清楚 我也跟农业局局长呢 我们蔡局长很认真啊 我感觉他真的很认真 啊这个问题呢 我就不再追究 我想请农业局长呢 在这一次的 产销合作的机制 找出问题来 明年呢 能够修正 这是我们美农 给你最大的期望 啊我们也不要说 因为中间有问题 医院也很累 那么市政府也很累 农业局很累 啊这个农业局长真的不错 他是很认真啊 他有时候到山上会看 包括他的科长 所以我给你肯定啊 所以农业局长继续努力 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么这个问题呢 可以凸显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原住民的保留地 常常因为中央政府 不跟协商讨论资商 就划定为国家公园的范围 那么这样的农地 就会受到国家公园法来限制 不可以把一根一草一木 那么九十二年呢 原住民主基本法通过以后 很多的中央部会呢 还有我们地方的政府 常常忽略到原住民主基本法 那么原住民主基本法呢 它的前提就是 有关土地自然资源 是应用在原住民主地区 所以水保法 生命法 动物保育法 那么相关法令 不可以抵触原住民主基本法 所以后来 我们把每三国家公园的土地 化出为国家公园的范围内 但是呢 问题又来了 林务保医院早上也提到了 森林地墓的边定 这个不是只有原住民呢 我们平地的朋友 相信他的土地 只要靠近河床 五十到一百五十公尺 或者是呢 又比这个更远的 以其他的地墓来编定 森林去地墓 我说哈 我认识李宏远部长 他是学者啦 每一次呢 用很高的理念 把民众的权力呢 看着一边 高高在上 我早就知道 只要李宏远当部长 对原住民的土地限制 会发生问题 那么 他们大概有十二个委员 叫做七一计划委员 有十二个委员 都是学者啊 开个会 就把地方的弱势农民 原住民的农地 化为 所谓的森林区的地墓 不依照规定 严重违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原住民的土地 自然资源 因为政府相关法令的限制 必须要 以原住民来进行諮商 那么内政部呢 也没有进行諮商 就这么画圈圈 好像满清政府一样啊 入关 刚入关 一块好的地方 一块好的地 我就圈起来 啊这个是 皇族的土地 所以我要奉劝 我们的内政部部长 李宏远 这个森林区 地墓的化定 要废止掉 当然他的区域计划委员 是到年底 我希望 李宏远部长 能够听听 原住民的基层声音 全部化为森林区地墓 原住民要吃什么 不能种地瓜 不能种小米 也不能 采一草一木 那么他说啊 这个改森林区地墓 没问题 土地前庄还是里面的 但是 假设依照 采用 森林法的规定 那么这个农地 能不能用 根本就不能用 你只要使用 就必须呢 采用森林法 法办 那么我看过他的细则 只要化定森林区地墓 就会设一个巡逻箱 巡逻箱就是将来呢 要增加很多的森林警察 来巡逻 可以有理念 但是呢 不要谋杀 弱势民众的生机权 可以有想法 但是呢 在行政作为上呢 不可以 把最低层的民众 包括农民 原住民的农民 不考虑 他们的想法 这样的政府呢 是违反所谓的 由下而上的政策形成 由上而下的政策 到最后 会完全失败的 一个好的政府团队 必须是 有民意 的共识 才形成政策 那么 非常感谢我们农业局 不是地政局 在这一次化定这个地幕呢 那么科长 突然就问我说 哎 医恩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案 我说我不知道耶 我跟他讲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想暗度陈昌 所以内政部啊 想暗度陈昌啊 叫地方政府来背书 那么我就叫科长 哎 到山上 办个说明会 那么还是要 一级 原住民族 基本法 同意不同意的 选择规定 来废止这个公告 那么我想请问陈局市长 我们几乎啊 都已经写不同意书了 都在农业局这个部分 那么既然不同意 一级原住民族 基本法 智商的这个过程 有法令一级 那是不是支持我们 不列入委 所谓的 森林区的地幕 请市长答复 市长请答复 谢谢 医师谈大议员 有关于中央 在划定森林区 划定原住民的保留地 等等 我会觉得这个部分 刚刚林沪宝议员 在执行的过程之中 那我也表达高雄市政府的意见 我们认为这个要充分要跟地方政府沟通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原住民有他的特殊性 那我觉得保留地 化作森林区 或者是集水区等等 这个部分要来跟地方政府 这个部分一定要有一定的协商 那我会要求我们在行政院 我们在跟内政部 我们的营建署等等 我们会针对这个议题 再跟他沟通 高雄市政府会花文 表达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关系 要求中央这个部分继续来跟我们讨论 谢谢陈市长 那么下一个议题 我要针对水利局 在这次 我们有七个农民 被开发单 以抽象利用的名称来开发单 那么我看过水保法第33条 它是采用这一条的条文 说违反水土保持法 但是水土保持法里面 跟山坡地保育条例的第六条 说不得中梅子 要开发 那么我所知道的 我们的农地 梅子源 是非常完整的 这个就是开发单 而且这个发单 开发是十万块 总计是十万五千块 那么当时候 划定为 违反水土保持法 并没有跟地主 好好的 在现场会看 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崩塌地 梅子 不能种在自己的农地吗 梅子多可怜 那当然这个农委会 所谓的第六条 山坡地保育条例 不能种梅子 但是呢 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 还有一条条文规定 我们依照原住民地区 我们有自然资源利用的权利 跟管理模式 那么我们有特殊的 经济生活的形态结构 所以谁办法 不可以凌驾严重民族 基本法 二十条 二十一条 所以这两个法令规定 应该要有协商的空间 七个人 一个人十万五 经济不是很好 竟然开发单 要如何 他们怎么样来交钱 所以我要请问水利局的局长 有没有看过原住民基本法 二十二十一条的规定 来请局长答复一下 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 医师答案的议员 他最主要是 这为什么开发 最主要是三波地 那个超限利用 那依照三波地超限利用 他最主要是 可以要做林地使用 但是他目前 做的就是 从事 不得从事 农业 渔业 还有畜牧业的开垦使用 所以等于是 他违反三波地 那个条例 水保法的规定 那最主要是 在民国 民国八十一年的时候 就是各全国 各三波地 都有一些超限利用的情形 所以 孔文景立委的时候 他有提到就是说 在九十一年之后 要开始胡岛 那但是九十一年到九十六年 全国都在胡岛当中 但是问题是成效不彰 那发生是八八水灾以后 整个三波地 整个是坍塌 所以变成说 中央非常重视这一个 所以在当时的话 就是中央監察院 还有检调 有针对南投这一边 他要进行 就说是不是 我要你答复的是 你有没有看过原住民族七本法二十一条 不要跟我解释这个东西 有没有看过那两条法令 那个是我没有实际看的 但是我们是依照水保法 因为监察院 不是啊 我要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看原住民族七本法 你不要只看水保法啊 你执行的法令 这两个法令要同时去参与去考量的啊 这是涉及中央修法的修法 如果抵触的话 但是原住民族七本法二十二十一条 他已经明确规定 其他法令 限制原住民的土地自然利用时 要不要跟他智商 一定要跟他智商嘛 每一个是不是原住民的财产 它是地上屋的财产 它是他们的生计 不可以假借莫拉克台风 针对原住民的土地限制 来做这样的开法单 请坐下 那我再举个例子 原住民的土地 超限利用 三坡地 只有原住民是有三坡地吗 非原住民地区 也有三坡地啊 也是伊林用地啊 你为什么不开法 不时开法 我支持 针对原住民来做开法 这是针对性的 我反对 既然开法了 最近的七个人当中 有一个他的太太 每天心情不好 为了赚钱 当天呢 往秦河平台 为了找这个钱 太老了 当天呢 从秦河的农路 摔到南航公路 当场死亡 你这个开法单 已经严重到 原住民的家庭生活的压力 那么还有六个 七个 我想 在原住民基本法 跟水宝法中间 是不是可以有协商的空间 撤下这个开法单 我想请陈警司长 来帮忙检掏 这两个法令 既然原住民基本法 有水宝法 是不是可以 暂缓来执行 全台湾很多啊 就我们高雄市政府啊 平会开法 整个人心惶惶 不是只有这个案 那么所有在林地的 爱意 桃树 理智 都要铲除掉 原住民的生计 因为八八风灾 愿意在 自己的家乡 谋求生计的人 既然拿法规 来限制他们的空间 然后生理器地木呢 把所有部落可以活动 那么其他的都不能动 那再加这个 我说原住民的生计 发生了困境 请市长来 帮忙帮忙我们这七位 被开法的法单呢 总是要有解套 下一个是七个 下一个是两百户 那么这个法令跟人道 当公务员你在执行 依法行政的时候 你要参照其他的法令规定 来做好好的协商 既然发生了 下一波 两百户 五百户 怎么办 其他县制都没有在执行啊 只有我们高雄市政府 在执行啊 所以请市长帮我们这些民众 看看怎么解套 请市长答复一下 市长请答复 多谢主席 谢谢医师谭大一言 我们高雄市 对原住民的支持跟关心 我想我们医师谭大一言 一定可以理解 那针对整个水保法跟整个原住民基本法冲突 那我会请我们的法制局再进行协商 他们从法令的层面把水利局跟盐民会 那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对原住民 他有他的生存 包括原住民在整个自己的原乡部落 他们也有谋生的需求等等 那应一方面在水土保持的部分 这个是为了一个国土的安全 所以这两者之间 我请法制局集中协助 我们希望能够寻求有解套的方式 那这个部分就请法制局 我们喜明春徐局长 在这个部分 针对医师谭大一言提出来 我们来进行协助 谢谢 谢谢陈市长 那么就拜托我们法制局局长 针对这个两个法令 有一个平衡点 但是生计权跟保育 都要兼顾 这个我支持 但是水保法里面有规定 他的农地是不是已经造成土地流失 这个是基本的前提 那假如说原住民的农地 是完整的 非常完整的 没有经过种机械来开挖 然后呢 这个可以来做讨论 来做一个共识 协商记录来解套 谢谢局长 那么我再问一下 言明会的主委 既然这样发生问题 你是主管原住民的保留地 你有没有跟水利局局长 做过沟通 有没有跟 请答复一下 不要加很多 三十秒 有没有就好了 好谢谢 谢谢副委员长 谢谢 是唐大 刚刚听军一席话 圣读万军书 确实 你对原住民的相关法 把那个问题有没有沟通 有没有沟通过就好了 不要耍嘴皮 我真的很讨厌耍嘴皮 有没有跟水利局长 沟通过这个开法的事情 有 我们有沟通过 甚至于到某个地方 我们都会谈论这个问题 那 那我用三十秒 跟你回答一下我的看法 好吗 不要看法了 有没有跟他沟通就好了 请坐下 那个我是觉得 既然发生问题了 言明会有时候要主动 比如说水保局的 那或者是呢 农业局的 那么这个单位呢 我们言明会 是主管原住民保留地的 一个机关 那么你是在掌握 原住民主基本法的 行政机关 那么遇到问题呢 要主动跟其他的单位 来协商 那么基本上呢 我看到言明会的答复 我们地方七公首 地方民众 就是跟着水保法在走的 所以你的公文意趣 必须要把原住民主基本法 相关规定呢 跟我们的水利局呢 做一个协商的讨论 然后呢 我们把一些问题呢 针对法律规定 来找出解套的办法 我想这个是呢 我们必须要好好考虑的 那么其中呢 有一条 三坡地保益 的第六条规定 那么这条 我会请我们的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呢 跟农委会 中央的农委会呢 来做讨论 这个问题 太严重了 那么将来呢 除了原住民地区以外呢 有可能将来大树啊 或其他地区啊 种立资啊 哦那个也是三坡地 那么将来也会出现状况 那么 我在想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呢 这个当然是 中央的政策 中央的法规 那么在指挤地方的政府 地方的公园 那么在 既然我们是院侠市 那么我们可以呢 有采量权 不要过于超越法律的规定 我们院侠市政府呢 应该有采量权的一个空间 那么下一个问题 我再讨论 我们原住民乡的部落用水 部落用水的问题 我们对外区呢 有自来水 我们山上呢 是简易自来水 自从山上呢 找水源 用水管 迁到部落一个细水池 然后再从细水池里面呢 再分到各户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 你看一下这个 藤枝的水源 藤枝的水源 有没有看到一个房部 这个是呢 水源地 那么这一笔经费啊 一直到藤枝 到宝山呢 是六百多万 那么我请公务局局长 那么还有呢 它的两公里啊 两公里长 我给它侧面聊两公里 一个黑管是五十公尺 那么两公里是四百根的黑管 那么五十公尺的黑管 我给它算 算过一点 一支两千块 两百支大概多少钱 也不多嘛 工人呢 每天三个工人 十天 一天一千五 也不但十万块 六百多万扣掉 其他的相关 净标的一个固定的费用 做完了以后 竟然没有水 国务局长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 设计标的水源 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我们谢谢 伊斯坦大议员 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在三区施工 那么第一个 它的 工料的分析 或者是单价的分析 都跟平地会不一样 那因为在三地施工 包括我们的一些 蚝鱼 或者是一些 一些土石的这个滑动 所以应该要有 更严格的标准 要有更严格的标准 好 谢谢啊 其实我要的答案 不是这个 我要的答案是 你设计标 既然有设计费 竟然用防部 那么六百多万 那个两百根 大概也不会超过四十万嘛 包括工程 也不到五十万嘛 这个不是重点 从设计标开始 就有问题了 做完了呢 没有水 有一个吸水池 我昨天打电话到宝山 问了商户 这个本来是五月十号以前 要完全要水的 进入到购户 但是呢 到昨天为止 也没有水 我不苛责 我们言明会的范主委 但是这样 严明会的预算 到每一户竟然没有水 我会感觉到你 严明会的主委是不是该检讨 这个 勤款了没有 还没有嘛 所以我希望在 六月十号以前 去看一下 一定要完成 不如用水 进到每一户 那么 商户 昨天我问了一下 他们是 拿着统治 到别的地方 拿到家里 那么既然有预算 既然有执行 我们上次不是开过检讨会了吗 这个呢 我就紧 对我们桃园区的部落用水 在讨论的 我不好意思在讨论 那么吓得 其实状况都一样 那桃园的 比较 严重 所以呢 严明会 你掌管的业务 除了部落用水 你一般基础建设 那么一般的抢旋荣路 一定要 有责任感 以后少唱歌 不要说 到每一个场合爱唱歌 那里人家说 这个主委很像 那个板斗的主委 爱唱歌 把心沉思 把严明会的业务 好好做 我们都会鼓励 那么再下一张 这个就是梅子园 梅花 梅子园 那么 这个部分呢 月到 秦河以上 到梅山呢 梅子是 长得非常的不错 那么我是觉得说 农业局 观光局 严明会 除了协助 行销的机制以外呢 有可能就是说 把梅子的 它的功效 功能 吃梅子以后 它的功效 对身体的 好处 在哪里 我想让全台湾呢 都能够呢 爱吃梅子 其实这个是 相当 不错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农作物啦 我们农业局这边 是不是可以 再收集一些 比如日本研究的 或我们国内研究的一些资讯 梅子有哪些功能 那么大众化 那么让大家呢 使用梅子 那么我认为啊 吃梅子啊 它比较不会的痛风 不会有痛风 那么梅子呢 比如说 你今天特别劳累 隔天早上 喝梅子汁 那么精神呢 很容易的恢复 所以这个呢 也不一定要吃梅章的梅子啦 都一样了 效果都一样 所以呢 希望市政府 还有我们的农业单位 也明会 在这个部分 能够把后发源的梅子 因为现在全台湾 梅子产量 最大的就是在 纳玛夏跟桃园区 那么我已经要求 农业署 希望把这两个区呢 当作梅子的辅导专区 那么他们也是 蛮认同 来我们看这一张 这是前几天 下雨 这个 这个叫做复兴一号桥 前天呢 这是半夜 我要回家的路上 半夜呢 突然呢 这个河床 拉固斯西的水 涨到桥梁 上面 那么这个也是 那么好多的人 在半夜 在两边呢 在等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状况 因为这个河床 每一次轻输啊 挖两边 那么挖两边 等到一下雨 两边的土石 又回流到 河床的中间 所以前几天呢 这个桥 就拆点 土石呢 越过去 这个桥 挡在这里 会有哪些危险性 挖你土石 流不出去 那么他的旁边呢 就是傅兴梨 那么我每次打电话给陈其副市长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梨 那么后来呢 我们看到 这个部分 这是台南南水局呢 我特别要求他 会开了好几次 加加减减的 做提防的 大概有五千多万 那么第三期的工程 也要做提防工程 那么我希望 这座桥 有交通局 来反映 给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 这个桥梁 已经有设计图 它是拱形的一个设计图 那么基于雨量 它的危险性 可能土石将来会往两复心里内 会造成部落的 一个危险非常高 所以请交通局的公路局 优先把这个桥梁来施坐 它已经有设计图 那么 我站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上就是毛治国部长 在那边 透过公路局简报的时候 我同样的也站在那个地方 他说101年 这座桥要优先坐 但是呢 毛治国部长 的承诺 让我们失望 所以请交通局 把这个拉库斯溪桥 因为其他特殊的因素 能够优先施坐 那么 我们这个边边的土石 我顺便也跟市长报告 在这条 亲疏工程 大概做了四次到五次 将近一亿 所以 浪费钱 你倒不如把那个水保局的钱 当做一个非常坚固的提防工程 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在上一次的定期大会 我已经要求水利机的机长 不要再做轻速工程了 因为你轻速的位置 有时候离开 部落太原 也稀 让土石 透过自然的力量 它会慢慢的往下流 挖两边 无效 浪费钱 那么我统计的结果 在我们桃园区 所有的亲疏工程有三十八件 那么其中的拉库斯西 还有清水西 布团布纳斯西 一直重复在做 一直重复在做 每次下雨呢 土石又回到中间的河床 要做轻速工程 是不是要跟当地的部落的人 来讨论这笔经费 要做提防工程还是做轻速 那么我希望水利局 我今天执行了以后 针对亲疏工程来做讨论 有没有效 或者有效没有效 我们地方上的人 最清楚了 我们看到六规 新威 新开 做了提防工程 那我们山上呢 晚七疏工程 人民都说 很像在洗钱工程 太浪费钱了 三十八件亲疏工程 那么我最近又听到 又有两三件的 亲疏工程的经费 加加减减 将近六亿到七亿 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笔钱 好好的在部落的周围 做一个非常坚固的 提防工程呢 是不是水利局可以做检讨 来请局长答复一下 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医师坦答一言 那个这个清疏工程是由 那个农委会水保局 台南分局 他们到现场会看的时候 因为有些杀死可能没有办法清运 所以他们补助给区工作了 那我想那个 在这个桃园地区的话 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做水利局这边 我们有做一些护案工程 我想医师坦答一言也非常关心 说我们也有做护案 那针对这个清疏的话 我们会再跟那个台南分局这边 来协商是不是 除了清疏以外有一些 尽量来做那个护案的工程 我们跟他怀疑 好 谢谢 那么还有一个议题 那么刚才有一位 七三的年纪大了 他打电话给我 爱问社会局 说65岁以上 要领老人津贴 有没有排付条款 来请局长答复一下 来 局长答复 在年纪的部分是没有 没有排付条款 就是65岁就有老人津贴 可以零 好 谢谢 那么再过来 所谓的产业计划 我非常关心产业计划 那么大概 延民会这里有一个产业计划 那么请主委 答复一下 你现在 延民会大概有哪些产业计划 大概有几项 主委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那我分两段说明好吗 第一个 先回应刚才所谓的 简易自来水的部分 它的决标是300多 我跟你讲 我现在问产业计划 我们刚才打电话去 现在是满水位 所以如果议员台这个部分还有一些疑虑的话 我们找时间我们再上去 因为上一次我们两个亲自爬 将近来回四个多钟头 我们都已经知道那个相关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再继续督促跟加强 第二个 你针对有关于产业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知道 长期以来 这个政府对原住民部落的一些漠视 甚至于不重视 才会造成我们部落居民像一滩死水一样 没有办法附赠 所以在这个部分 原民会已经看到了 我们也透过议员长期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跟关心 我们陆陆续续的已经办了相关的一些活动跟计划 那首先就是说 这个高雄市原乡灾后重建 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做 第二个点是莫拉克灾后重建的三年计划 第三个 我们也做了这个桃园区的高山 爱玉子宝山野生茶跟红肉里 香甜 这个原乡的这个产业计划 那么再来就是茂林的三黑计划 以及目前我们正要在推展的 这个原住民市集 所以整体上来说的话 原民会是确实是有在做努力了 那我也希望说议员未来也不断地给我们督促 因为有一个经济学者 他这么讲 就马凯 他说原住民虽然有丰沛的自然资源 以及丰富的文化资产 却没有一个成功产业嘛 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所说 我们目前已经在做这样一个改善 那未来我们还是需要议员给我们多多的一个鼓励 跟这个协助 以上是我的一个回应 谢谢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原民会里大概有三四项的产业计划 那么这个产业计划 假如说 伟办给其他的民间公司 或者伟办给其他的协会来执行 那么我已经看到一个问题了 其中产业计划的部分 那么所谓的产业工坊 我就以桃源来说 产业工坊分为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那么第一期呢 就在活动中心的墙壁 来施工 做一个产业工坊的 一个地标 那么到了第二期 应该要有一些成果出来 当天我到活动中心 没有看到 那么一到呢 我要做工程 一楼做工程 那么我问 执行的 设计公司 哎 你要做什么 他就做一个工程计划 那么将来呢 专门办DIY的 上课的地点 产业计划 不是这样在做的 我们要反方向去思考 都会去的原住民 相当多要创业 产业计划 应该辅导 有心 有实力 有能力 在创业的原住民 来辅导他的产业计划 才是对的 比如说 有一个年轻人 他愿意开面包店 有人要开理髮店 或者是呢 学台前道的 这个都是产业啊 那么应该把这些人才 透过七公司 原民会 来进行讨论 产业计划 要怎么做 那么我所看到的 一些资讯 产业计划 好像大部分是呢 到原乡地区 来召集已经开民宿的 或者是呢 有种爱意的 有种茶叶的 来讨论 我教他们要怎么 怎么来做这个 产销 拍照 合销 走了以后呢 这个产业计划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 产业计划要修正 要针对 创业的人 来进行 辅导他的产业计划 产业计划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其中 我不要认同 就是原民会上次呢 办过挖土机 这样的训练培育 这是正确的 那么 我希望 包括行政院的原民会 产业计划 不要常常交给协会来办 那么我们高雄市 原民会的 一些所谓的商店街 或者是呢 什么彩虹街 都交给协会来办 这是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呢 透过协会 那么协会呢 在那做生意 他是在经营生意 又当经理专案人 我看看的资料 这个 他的一年的产值 才六万块 那么交给协会的 金贵是一百多万 产值六万块 这个太离谱了吧 所以协会 有的是认真的 有的是公开化的 但是协会呢 有的是呢 专门在价格销的 也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产业计划 人民会的产业计划 必须要做检讨 所有的协会的钱 要公开化 像我到现在为止 我就期待我们人民会 所有的资源 务必要公开化 几个协会 固定协会 又是资讯委员 又在承办这个协会 我一个亲戚了 在台北 他是创业 就是产业的 这种 一个 一个产业的代表人 要标我们人民会的 所谓的商店街 标不到 有人恐惑他 你不能进来竞标 有 就是要检讨 没有 也要预防 因为已经事实发生了 所以请主委 多注意这件事情 就是 比如商店街 其他的产业 从台北要竞标 或者是 因为我看 厂厂得标的 就是那些协会 那我们原乡的人 也都没有再参与这个 包括彩艺 什么公益彩金 我就问过 我们可以把这个公益彩金 交给我们都会区的 研究民来执行 这个我赞同 其实我们原乡 没有这个公益彩金的问题 那么 也希望 这个公益彩金 要如何公平化 我们有38区 把他扣掉 纳马下 桃园区 茂林区 大爱的 给他扣掉 那么还有34区 那么34区呢 社会局 可以透过七公所 来把公益彩金 来应用于 我们研究民需要 需要的 一个特殊家庭 我们不要透过协会 很复杂 所以我还是支持 社会局 加的公益彩金 透过七公所 来执行 比较不会 有争议性 所以社会局长 以后 是不是可以 做这样的比赛 办理 我们研究商 都可以不要有 就交给我们 都会期的原住民 来做公益彩金的 应用 来局长 请答复一下 局长请答复 主席还有议员 我们公益彩金 基本上 并不是直接 补助给协会 都必须要由 像原民会 来跟我们进行提案 那提案呢 再经过委员会 委员会同意之后 我们才可以 将这笔经费 拨用到 比如说如果今天 是原民会提案 或者说相关部会提案 我们再拨给这些单位 那再由这些单位 他再去委托 或者说他直接 如何去进行 这个公益彩金的使用 所以在整个技术上面 可能到时候 可以再跟议员 再进行讨论 看如何把这笔钱 落实用在我们原住民 的那个部分 好 谢谢局长 那么最后一个题目 我希望我们教育局局长 能够针对 原住民教育法的 相关规定 来做一些原住民失职的 临选办法 那么政局长呢 我从每一位议员 给你的直选 你的回答 我肯定你有教育理念 你的教育行政的能力 不错 所以我支持局长 任何的教育政策 那么也就是说 要拜托我们教育局长 针对原住民的失职培育 主任 校长的领选 要参考原住民族 教育法的相关规定 来提出一个 争嫌的办法 请局长答复20秒 10秒就好了 好 局长答复一下 谢谢主席 谢谢一直坦大议员的指教 我想包括师资 包括主任 包括校长征事 我们逐渐都在 甄选的办法里面 希望能够纳入一些加分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今年度针对教师的部分 我们特别也把原住民族 只要他经过语言认证的教师 我们也给他加分 基本上就像上一次 一直坦大议员所提到的 有的人可能会有 为了这个加分而去改他的那个足疾 考栏之后呢又回复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他只要原住民族的族语认证 他通过表示他是 真的很会讲原住民族的族语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 真实人的委员会里面也给他加分 来确保原住民乡区 对于那个地区的老师 能够讲非常好的这样的原住民语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自己来努力 希望能够稳定那个地方的一个师资 谢谢 好 谢谢市长 那么大会主席 我后面的五分钟 我就 让给我们议员 谢谢 好 红秀锦 红议员 请五分钟 谢谢 来 主席 市長 我们局处长 素合局处长 我们机会董灵 新闻媒体先生小姐 大家好 这个是奉平一路 也是新光高中 就是之前的乐意中学 这条路之前就是 几个礼拜前 刚好有一个脚踏车 脚踏车 在这一条路 骑脚踏车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停的时候 刚好有一台摩托车 骑脚踏车来 这台脚踏车 改摩托车 改摩托车 哎 局长 这条路上 你看 你看 到底是踩车 对 还是 骑脚踏车 对 没有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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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宏业 因为它是有专用在这边 然后 然后脚踏车 应该是比较靠 靠那个外侧 可是你看 这完全都没有 这完全都是没有 你看 我弄一下 完全都是没有 没有 没有 显示 可以站起来 局长 你跟没发现到 那是什么问题吗 现在就是说 我是觉得这个机车专用 在有个地方会 压集到那个 骑脚踏车的空间 我也觉得他画的时候 可能要看这个当地的状况 比如当地如果 车踏车才会坐 主长 你再看一看 你再看一下 你只有 你没有看我下面 我下面有几 字字圈圈 你现在没有礼物出来 主长 因为你这边是机车专用到 照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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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机车 那个脚踏车 不能开起来 是那个机车没对 所以变机车 可以靠这个外侧 可是你看 局长 局长 你真的 局长 我跟你说 这条路是 厚平路 那你照你 如果像你这样子讲的话 这边脚踏车都不能骑 你骑 你骑 骑车的人是要怎么 这两个是不用说的嘛 你这边也是不能骑啊 对不对 像这样啊 宏远谢谢 我觉得在这个这些里面 如果说这个地方 卡车才可以坐 它可能变成比如说机慢车专用 对啊 本来你这里就是这样子 你这里本来就是要把机慢车专用车到的啊 因为我跟你说 你这里根本就完全都没有啊 你这样的时候 你看星光高中市在这里哦 你来就是这样 你说夹车 说啊 它被压制到 因为很危险 对啊 所以我觉得宏远建议 所以你这里是不是要加 你这边是不是要加机车 加慢车 加慢车 慢车 对对对 这边是不是 快点来处理 跟宏远建议会看起来处理 好 还有一个地方 来 这里就是星光高中 来 八八夜市 你看哦 你看哦 看八八夜市这边 你看一下哦 完全哦 完全都是 他还有八八夜市 还有一个红绿灯哦 这个红绿灯那里 因为你八八夜市这边 等于是旅行路这边 他这边这也是有住人哦 你看他的红绿灯那边 完全都没有一个斑马线 你看八八夜市 八八夜市这还有很多人在出立 你不要说你八八夜市那里有很多人在出立 包括那里也有一些祖宏在出立 你完全那边红绿灯 完全都没有一个斑马线 因为你没有斑马线的时候 行人不能优先嘛 你万一的红绿灯到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行人 也是给他吃开啊 还是他错啊 就像刚刚那边一样啊 你驾驾 穿得漂亮 你驾驾 照你讲 应该是脚踏車 对嘛 可是就是你没有一个慢车在那里啊 这边 这边也是一样哦 来 再一个 再一分钟 这边都没有一个带转区哦 你看你立行路来的时候 你要去 你立行路来 他要去奉林路的时候 这边完全一个没有带转区 如果像这样子的话 还是又是 停在这边的人 也是他不对啊 对不对 所以 局长 麻烦你一下 好 这边 好 刚刚我讲的那边 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 废看一下 啊 趕快来把它改善出来 那 那 这 斑马线跟他带转区 机车带转区 这 这湾先来处理 好 这湾用最快的速度 好 还有 那个国道 国道7号 好 因为政府要做 是 因为 政府要介绍 我们一般百姓都没有办法嘛 不过 我们要跟他们尊重的 就是说 八生的好理 我们一定要跟 一定要跟 感受到 要跟 想到八生的好理 要怎么跟政策 一并真收购 好 好 所以 好 局长先答我一下吧 对 那个 平面道路部分 我想真的是对地方发展很重要 那这部分 我们来跟那个 这个 国工局来讨论 那 他目前是这样 你如果被平面 就是测黑跑的时候 他那个高层要拉高 也会增加一些成本跟地上 但是我觉得这个 如果是对于 整个国道7号 我们这个各区 你如果说平面道路的话 我先决反对 嗯嗯嗯嗯 是 嗯嗯 好 是否宏言这段 就说 平面道路 像我现在高铁 现在也是在谈说 以前平面道路没做嘛 这个课题我觉得非常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然后 我们会跟那个 国工局来 积极来反映这个事 因为他现在还在这个 设计跟环平的阶段 是 那 市价部分 我有跟 市长会比较熟 因为以后这个 这个部分是 市长会比较熟 因为以后这个 市长会比较熟 他比较熟一点 好 那个 地震市长 谢谢主席 谢谢洪一元的指教 我在想 国道7号这部分 要跟議員报告 就是说 这个 土地征收条例 在今年 1月4号公告 公告的时候 现在 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 市价征收的部分 由行政院 指定日期 所以 今年 我们要是 加成补上 在未来 这个 国道7号 有可能 他就是要按照市价 下去征收 所以 議員 这个 提供的 要照市价 应该 这是一个 这个方向是政客 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 这个 如果 征收了的时候 有造成一些 基灵 像这个 在土地征收条例 第八条 它有規定 就是说 政府公告 一当里面 提出要 市民提出 提出 老附的条件 我们的要求 这些 需理单位 就是办理 一并征收 一并征收 好 谢谢医师长大议员的执行 以及洪秀琴 议员的执行 休息十分钟